基策會考這一題現在有一個長方形 那現在呢這裡還有一個圓 想要去找這個圓的圓心 那這個是兩個人的做法判斷何者正確 這是會考基策常見的幾何題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假是怎麼做的 假的做法先做DEC的角評分線 例如我們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出來先做出這條線 接下來呢他再做出DEC這條的中垂線 所以這邊DEC的中垂線 好那這兩條線呢他會交在這個點 接下來要談的就是F為何是圓心 好那這邊可以用的特性就是因為這條是中垂線 如果有說EG是中垂線 這樣就證明出來 那首先呢E是終點所以這兩段一樣長 那這兩邊也一樣長 那這兩個角都是直角 所以一開始我們有三角形 AED全等三角形 BEC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會有這個邊跟這個邊一樣 這兩個角一樣 那這隻角評分線這兩個角又一樣 那這裡就是90 類似的這邊也是90 所以這個直角就出來了 好那這邊是一個長方形 所以這邊跟這邊一樣 這邊跟這邊一樣 的確這一點 也這條線 也是他的一個中垂線 兩條中垂線的焦點 就是這個三角形的外心 所以F點 這個點 的確是 他的一個圓心 那我們再來看E的做法 E的做法是說 這裡有兩點PQ 我們把它這樣子連起來 那這裡我們又把它這樣子連起來 會得到這個點 那這個點 會不會是圓心呢 其實 也會是的 因為長方形的對角線 這四條 都互相等長 所以以這個點為圓心 畫一個圓 就會通過這四點 所以E也是正確的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 兩者皆正確 對